我给你看镜头 看镜头 你和方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和方宁是从小学三年级就认识 八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 你们经历了哪些事情之后 你才开始喜欢上了他 我觉得我见他第一眼 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 真的 教室讲台的那个台阶上 就像我外面布置那个场景 那是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场景 他当时站在讲台上面 我站在讲台下面 那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 就在明天就是明天 就在明天就在明天 我准备向庞庭求婚了 虽然我准备的非常的充分 我已经准备的很久 但是越临近明天 越临近求婚的那个点 我就会特别的急着 就是生怕那个地方做错了 生怕那个地方让他被他发现 今天是周末 他应该在家睡觉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察觉到 我今天的动向 但是我最近做事情 一直鬼鬼祟祟的突然就要出去 突然要去哪儿 突然要去干嘛 我估计 我就是担心害怕察觉到 因为你们女生 都是很敏感的嘛 就是一到发生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特别的敏感 还是我特别的心虚啊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拭目以待 今天呢 我要悄悄的回家 装个什么都不知道 可能今天也不能录视频 我就明天的时候 起一个大早 然后去装饰酒店 再给大家们带来一下 现场第一时刻的一个场景 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今天的求婚 其实过完年之后 我一直在准备 但是呢 我是想五月的时候 我就把求婚进行了 但是五月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忙 没有一天是空下来的时间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拖拖拖 一直都拖到了六月底 现在我真的是又紧张 又焦虑 其实我已经把戒指 放到她的床底下 就是不是枕头下面 就是床底下放了一个月了 她一直都不知道 每天都睡在她的戒指上面 是双手还是大手里双手吧 双手 紧张的忘了 随随随随随 你就自然真实就可以了 现在非常紧张 我们已经来到了 即将要跟你求婚的这个房间门口 其实我和朋友们 就是已经商量很久很久了 他们现在也都住在这个酒店里面 我其实联合了我很多朋友 骗你来说下午是来这参加活动的 对下午的活动主办方就是我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准备的第一个设置的场景 设置成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小学教室 这边呢会有学校里的投影幕布 然后呢这边也会设置一个黑板 录的录了一段视频 说一下我的心情 然后呢你会看到 会从后面的卧室里出来 然后呢有些话我想亲口对你说 说完以后呢 我们的朋友们都会躲在这个露台 阳台这边 我会一开始把窗户都关上 当你觉得我要在这求婚的时候 我说等一等 啪 窗帘打开 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在外面等着 我所有的朋友们都扮成了 Gossip Girl 绯闻女孩里的那样 他们都穿着剧中演员的服装 我知道你最喜欢什么场景 所以说呢 虽然呢不能带你去那边 但是呢 我还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给你布置了一下 搭了一些小星星 就相当于什么的 就是说看着上海的夜景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上 给你求婚 突发情况怎么说 怎么说 他就问我这个相机在哪 然后我说这个相机在公司 他要去公司 他不可能还去公司吧 你应该不去 他可能不去 怎么现在有点害怕了吗 他现在就是最后期的 狂卖 不拍了 不工作了 不工作了 狂卖 他不会去公司吧 我天 他现在说你回来给我拿回来 里面有素材呢 我说好的 他看来他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么一点的意外 他越生气 他越惊喜 没事 没事 反正他生气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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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俱备 就欠你来 怎么给你发短信了 公司要领红包 他是弟弟来的是吧 是弟弟的红包吗 求助力给他 嗯 嗯 他一般都会提前到的 今天就好奇怪 也也也不错 一会天黑了 他来了 外面就黑了 啊 这样声音录下来就可以是吧 我去开一点缝 有感受到这一天快来了 因为他也会试探性的问我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 哎 在济南跟你求婚 在我们的小学跟你求婚怎么样 就他有一直试探性的把我引导到可能会在济南跟我求婚 然后最近对自己的身材管理也是非常的在乎 每一天都很心情的见识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是那一天他们这个活动做的实在是太爱真了 就是我很熟悉的PR 然后什么邀请函啊 官方微博啊 视频啊都发给我了 就做得非常非常的真 而且楼下那个小哥哥还特别的高笑 就进去以后再跟我说 因为我们是活动 所以可能要记录一下整个过程 好 今天这场活动呢 主办人就是我 这场活动我非常非常的紧急 到这儿 就是这么多年了 我们真的是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 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我心里呢 有一个梦境 这个梦境呢就是 我穿着这样白色的西服 你穿着白色的婚纱 我们呢 在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上奔跑 然后带着一只特别大的萨摩衣 不过现在那只特别大的萨摩衣 变成了我们特别小的甜头 我们现在呢是我们三个人 可以在草地上自由滚跑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 甚至比我的梦境 从小到小的梦境 变得更美好了 你知道我不是一个 一直喜欢回忆过去的人 因为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吧 或者说一些生活 都被我们用相机珍藏了下来 所以我还是觉得 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 我还是想告诉你 我从小到大的梦想 就是要和你一直在一起 不离不齐 白头到老 在我心里面 非你不举四个字 一直刻在我的心里 我从小 你可能也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 准备了很久 但是录像的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 从我刚认识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确定 这辈子就是我要在一起的人 永远一辈子在一起 我希望我们老了以后 也可以去应该是北 手牵着手 坐在长椅上 吃着丁鸡铃 我希望我们还能一起去夏威夷 吃着炒冰 在沙滩上淌水 然后我还希望我们有机会 再一起当同学 一起完成你的梦想 再去上学 秋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中央公园 再看那边 穿着红裙子跳舞的人 我还幻想着我们俩 和我们以后的孩子们 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下雨天气 我在家里面 一起吃爆米花 一起看电影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 可以永远万元的在一起 然后呢 后面的他还有一些话 想对你当面说 我们欢迎他 像他之前也有试探性的问过我 在这种中央的时刻 希望朋友在场吗 我当时就说 就可能不要叫朋友来了 因为现在我的朋友 都属于事业非常忙的阶段 就不想辛苦他们 再单独跑一趟了 我打开窗帘 看到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 都在场的时候 我觉得 嗯 就如果他们不在的话 可能真的是 会成为我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再来 我这样就不成功了 每个人都不在那里 在前面 正在前面 应该不会成功了 100分之后 我会在那里 也会在那里 一次见到他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特别开心跟大家介绍 这是我男朋友 越来越开朗了 我觉得他一直都是 我第一次见他那个样子 一直都是那个女孩 因为有人在照顾他的天马行空 所以他一直不用去担心很多事情 他们两个人可以唱唱剧 不是希望他们两个人 他一定会唱唱酒 结果的搭配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对的 而且彼此都很知足 我觉得知足成果也很重要 现在他instagram的那个名字 都是泡定是我的全世界 他一直用泡定是我的全世界 用了很多年 两个人的性格也很甜 并且他们要在一起以后 就是甜上加甜 就是幸福加幸福加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